广州文化看西关,西关文化看恩宁 这便是旧史西关最繁华地区,恩宁路 一头是恩州村,一头是宁溪村而得名 短短1300多米的街道上分布了十几处文物古迹 被誉为广州最美老街 特别是这里的棋楼 一栋一栋连成一排 颇有岭南建筑的特色 棋楼下还开着不少老字号 清一色的印山顶 唐龙门,满洲窗 历经岁月显得有些古旧 以现代的高楼大厦有些格格不入 但这里就是广州第一代人富起来的地方 恩宁路 八河会馆是以前乐剧艺人自发组织成立的行会 最初建于佛山,后来迁到了恩宁路 也是旧时代乐剧艺人的落脚点 这也是一条一生一世 与乐剧纠缠的乐剧之街 每年从世界各地赶来这里寻耕的乐剧艺人和爱好者 不计其数 为那一缕 鱼音要凉 恩宁路 还是男权男师的发祥地 经常可以壮见寝师少年在河边练习 不禁为南粤文化得以传承而感叹 铁路之父 沾贴又的故居还保留着西关普通人家最为朴素的模样 如今已化身为小型民俗博物馆 这里还深藏着不少打同记忆的传承人 现今路上依然有好几家老字号铜器店 店铺里挂满了各种精致的铜器 延续着古老的手艺 1931年出现的这条街 在那个时候可是最繁华的街区 银行 戏院 餐厅 服装店 简直是时髦与风潮的代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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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江恩铃路最适合不过 这里世界女文艺并存 年轻人在这里寻找文艺 居住在这里的人自顾自淡定生活 它安静又低调 是一座城市 活着的记忆